原标题 打小就长得很水灵 长到十几岁时 他的美貌 便在石箱巴里出了名 因此得了个雅号 叫盖山西 1936年 15岁的侯冬格 在父母的包办下架了 婚后又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941年初 侯冬格的丈夫陆武参军 留下他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儿子 和刚满月的女儿艰难度日 但是这还不是最艰难的 因为他将面对的将是非人的生活 美丽是女性天生的财富 对于侯冬格来说 美丽却注定了她一生的灾难 长到十几岁 侯冬格非同反响的容貌 即已震撼了高庄这个小小山村 盖山西的雅号 更足以证明她的美丽 直到晚年 那美丽仍不识光彩 1941年8月 日本鬼子进入高庄后 得知侯冬格是当地副救会的主任 于是 连夜将她抓到炮楼里 展开全文档夜 侯冬格便被炮楼里的一个叫伊腾的小队长强奸了 四日她被关到了日军临时建立的一处卫安所 在这里一个又一个 一队又一队的日本兵轮班上阵 对他们进行糟蹋 在那段日子里 侯冬格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 最多的一次 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 侯冬格的身体逐渐消瘦 终于有一天 侯冬格晕了过去 日军看后感觉侯冬格活不成了 就命人将她送回了高庄村 回到高庄村后 侯冬格的夏季开始流洪水 而且精神上也严重失常 她的丈夫健壮 就狠心抛弃了她跑路了 日军的侵略行为让她身败名裂 昔日的山西第一美女的名号 也早已离她远去 侯冬格的婚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第一任丈夫嫌弃她不干净 参军回来之后和别的女子好了 第二任 丈夫因为死得早 侯冬格没有办法 只能再嫁一次 但是因为日本鬼子 把她招踏的 不能再生儿育女了 所以侯冬格的婚姻并不幸福 其实在静归村遭受如此苦难的中国妇女 不止侯冬格一人 自1938年 新华日军占领山西后 开始在余县各地建立据点 静归村也驻守了 日军第四混成屡十四大队的一个小队 从那时开始 静归村附近的中国妇女 就不断地被抓进炮楼 侯日军官兵发泄授予 1994年春天 饱受苦难的侯冬鹅老人 悄无声息地 死在山西渝县高庄 一个最破烂了矮小的窑洞里 关于未安抚老人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还有更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